怎樣 你對於淡水這邊 是來到有點膩是嗎 超膩 怎麼樣 這一碟又一碟 一張又一張 都是這裡可以體驗的東西 還有什麼你跟大家介紹 這東西 是港嗎 有很港的感覺 有港港的感覺嗎 登登 各位 我們終於來了 終於來到淡水芙蓉飯店 我想來想非常久 我其實有好幾次我都跟夢夢說 我們要去淡水芙蓉 可是呢 就一直沒有這個機會 最近呢 因為他們有一個方案 我覺得還蠻酷的 所以呢 我就決定 不然就趁今天準備要聖誕節了嘛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就想說 要不然我們帶步步 再出來 稍微來一個小旅遊小座架的感覺 我來訪問一下這位 曾經在淡水真理念過書的夢夢 怎樣 你對於淡水這邊 是來到有點膩是嗎 超膩 怎麼樣 很膩是嗎 對啊 怎麼樣 那是因為你會住 烏龍飯店 誰大學生會住 他媽的 對啊 你那時候是大學生 大家有沒有看到厚厚的 這一碟又一碟 一張又一張 都是這裡可以體驗的東西 所以這裡非常精彩 不管如何 我們先帶大家呢 上去看看 這一次專案的房間 超級酷 Let's go 所以我們在看 因為我們出演 我們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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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之間 我被人之間 我說我 哇 哇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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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這個就是他們的露營主題房 有時候親子帶小朋友出去玩 會覺得說 我要住飯店還是要去露營 好的 那我們進到露營區這邊呢 你就會發現有這個帳篷 然後還有一個超級巨大的投螢幕 這個帳篷裡面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它裡面可以放兩張單人床的大小 然後另外呢 外面它這裡還有一個類似露營的休息區 它用的這個桌子呢 其實就是 平常露營在帶的那種摺疊的桌子 還有什麼你跟大家介紹 這東西 沒錯 它這裡就有附四瓶可樂 跟兩包小餅乾給一個Torito 說實在話 這整個房間空間是有夠巨大 它這個是認真大帳篷 它不是拿小朋友帳篷來給你固憂一下 它是認真外面在露營的大小帳篷幫你 所以咧 晚上你跟你兒子體驗 平常都我跟人家睡 換你跟人家睡 嘿嘿 嘿 而且這一人一邊不怕你壓倒他 你不是很愛露營嗎 來吧你就跟你兒子一起睡吧 那整體的空間喔 即便已經塞了一整個帳篷在裡面 還是非常非常的寬 那關於景色的部分 如果是露營房的話 大部分都是面對這個 市景 我現在看出去也是很漂亮 因為我們在十樓喔 算是最頂 它的市景可以看淡水我覺得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覺得可惜的就是 我比較喜歡大汗 再過來呢 這個是冰箱 空的 好 再過來是本壽 怎樣 乾淨齁 福隆大飯店 說實在它有一點點歷史喔 但是我目前整體看起來 還是保持得非常的棒 那它的浴室配置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上廁所歸上廁所 沖澡歸沖澡然後浴缸歸浴缸 就是整個是分開的 所以整體房間呢 我覺得非常的酷喔 可以體驗在飯店裡面 露營是什麼樣的感覺 再過來咧 就是重點 我們也算是拍過不少親子飯店喔 我也看過了不少這種房卡套跟這些票券 但是一次拿到這麼多不同的體驗券 我倒是第一次 超級多 像這裡呢 它就有寫非常多它的活動啊 還有一些遊戲啊 DIY啊等等 包含呢 它還有一些設施的時間 那這裡面有非常多可以體驗的東西喔 那我們在這支影片 也會一一帶大家去體驗 這裡面包含他們有一個 小朋友非常愛的 勇闖歡樂島 簡單講 普遍的地方 然後還有這種騎乘券喔 借自行車啊出去騎啊幹嘛的 那另外呢 還有這種 樂活中心的遊戲機體驗券 在它的樂活中心裡面 就有一些可以玩的 投錢的 你就可以去體驗 甚至呢 還有這個 手作DIY 它這裡也有一些 手作DIY的課程 還有這個養生SPA的這個優惠券 甚至連旁邊啊 有運動用品聯合特賣會喔 所以基本上來到這邊的話 不用怕 小孩沒事做 它一定可以很忙很忙 而且它的這個是無限卡 它今天明天都是可以一直玩 想玩就去玩 平常呢 如果不是這個方案的話 它不是這個無限卡 好的 因為我們到的時間已經有點晚了 我們有預訂旁邊一間非常厲害的 來這邊也算是必吃的餐廳喔 那我們就先出發去吃晚餐 那妳來找阿雞吃了 我來吃飯的 我專門來吃飯的 吃兩點 這應該是吃趟女生 你自己期待這行李 對 我有 然後說 我看到了 我要吃阿雞吃的觀海茶樓 這裡有他最喜歡吃的港式茶點 好的 各位 燒賣狂人又來了 我第一次吃到燒賣它上面的那一層橘色的小的魚蛋 有吃出那個味道 入口的時候呢 它會有那個小魚蛋的香氣 在那邊啵啵啵 爆開的感覺 它的燒賣可以 然後另外要跟大家特別分享 就是它的這個泡菜 這是他們的黃金泡菜 那這個黃金泡菜是他們自己做的喔 可以吃吃看 這個拿來當開胃小菜很棒 它不會很辣 可是很清爽 而且它很冰 我要吃肥一點的叉燒 它那個叉燒香很濃厚 它那個醬呢 就是有一點中和掉那個油膩這樣 完全沒有吃到任何的油膩這樣 但是不好意思 燒鴨還是我的最愛 好酸喔 我們點的這個是它的蟹肉衣麵 我覺得如果你們是帶小朋友的話 這道菜這個麵麵非常適合小朋友吃喔 它這裡面有這種蟹肉 它的麵呢 醬吃起來是帶甜甜的 有醬嗎 有醬嗎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小朋友吃喔 而且它的麵條口感跟一般的麵條是不太一樣 這個真的是還蠻經典的 港式奶茶達人默默就來喝一下它的港奶 港不港 可以你喝喝看 很港嗎 有很港的感覺 有港港的感覺嗎 很港欸 我所謂的很港呢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跟你形容 它用那個茶跟它的奶精的那個配比 真的就是香港的味道 剛剛我們兩個人一起把它的蘿蔔糕 送入了口中 然後兩個人一起 喔 熟悉的味道 我們沒有說好 我們兩個人一起吃 喔 這個味道 港真的是港式 好的 那我們今天這樣子啊 金額呢 是3597塊已經含服務費了 那說實話還是老樣子喔 因為我們拍攝的關係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餐點讓大家做參考 所以呢 會相對點的比較多 那我個人覺得啦 如果是像這樣一家三口來 如果不點湯的狀況下 應該一千出頭 一千五以內 你就可以搞定 那反正這個價格呢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因為吃這一餐呢 不包含在那個號票裡面的好不好 如果不想吃這裡 你也可以去夜市 這裡有夜市 這裡禮拜五跟禮拜日呢 聽說有一個這個 淡水人 在地人一定知道的這個 沙輪夜市 小小夜市喔 那也是一個選擇 吃飽喝足 吃飽 下一站 他的休閒設施呢 大概就在三樓 這裡有一些書籍 然後後面還有KTV 可以唱歌 還有就是小朋友DIY區啦 另外這邊呢 有一個很大的健身房 然後各位 好多牛蛋 還有這個好可愛的熊熊的鈕蛋喔 這裡還有玩球球的地方 然後這裡還有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 夫婦就進去玩 帶大家去看看 那他這邊呢 很特別 他有三溫的SPA 還有游泳池 所以這裡是有溫泉的各位 OK 那我就帶大家進去看看 但是因為他現在游泳池是沒有開放的 那我就上去 帶大家去看一下他們游泳池 聽說他們游泳池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為現在是冬季的關係 所以他們游泳池是常溫的 所以就沒有開放 但是跨年的時候呢 這裡是會開放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煙火 好的 因為非常幸運喔 剛好現在沒有人 然後這個我跟工作人員協調一下 帶大家進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的澡湯 對 通常你們拍不到的 來 進來請務帶你的手機相機 不要拍照好不好 他這裡呢有這個烤箱 還有這個蒸汽室 那沖島的部分呢 就在這邊沖 跟日本泡泡泡泡是一樣的 那它基本上這裡是室內池 沒有室外的 所以呢 有點可惜 在三樓這邊喔 有這個桌遊可以租借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這個 哈哈 這裡有手作DIY的券 我有兩張 一張可以折抵兩百塊 像這個呢 立體拼豆的話這六百 那你就自己再補兩百就好 這裡還有一些其他 像立體油化啊 還有這個是平面的拼豆 然後這裡呢還有什麼 風車小船還有小飛機這些東西 就是一些DIY的手工 然後你都可以兌換 OK 所以他們這邊呢 說實在話 真的很好玩 那其實呢如果現在是夏天啊 或者是像現在這個時間 你就可以去泡泡溫泉 然後放鬆一下 小朋友去玩球池 最重要的是呢 他們這裡其實還有一個樂園 小朋友玩的樂園 三百坪非常的大 它是在樓下 不過因為姑姑今天也有上學嘛 感覺太累了 明天吃完早餐呢 就帶大家去看看他們那個樂園 那時間也差不多 趕快把它帶上去 解決掉我啊 下來泡溫泉了 我們就明天早上見 OK 早安 我們今天吃早餐的地方喔 真的非常的漂亮 旁邊看下去就是感覺和你 很舒服的感覺 讓我們去看看 他們的早餐有什麼呢 剛走過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香喔 哦哇哦哦 哇哦哦 哇哦哦 哦哦 每個早上感覺是同樣的 I know I only have myself to blame But drinking way too much I guess I got caught up Can someone make this headache go away 其實他們的早餐呢 我覺得也是蠻平均的 西式、中式、日式都有 比較特別的呢 就是他還有一個小朋友專區 另外呢 他有幾樣比較特別的 我都有拿 所以在別的地方比較看不到 他的名字呢 叫做藍芳花椒麵 真的很香耶 OMG 他那個花椒的香氣 非常非常的濃厚 雖然說他感覺很油、很紅 你吃下去以後 你整體是感覺比較輕鬆一點 不是那種很有負擔的辣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 淡水魚丸 我很喜歡吃魚丸 就像你看到的 他外表皮層的魚丸呢 咬下去有那種魚丸香味以後 到裡面你就可以吃到他裡面的那個肉末 淡水魚丸最迷人的地方 一顆魚丸感覺沒有很多種層次的口感 OK 我們出來散散步喔 後面呢就是這一次的福隆飯店 其實呢它的外形喔 就有點像帆船一樣 非常的漂亮 最後的最後 我們要帶BUBU來的就是 這裡呢有一個淡水阿雄的泳床 環樂島 這裡面呢可是有300坪這麼大 啊~~大家看 這裡面超級大 唉唷 很厲害捏齁 不能看捏齁 才說你真厲害 你就這樣 你要去哪裡 阿爸太胖了 穿不過去 怎麼辦 其實我們整體體驗下來喔 它非常的豐富 我們這次入住的露營主題房呢 兩大兩小入住 在過年前它的價格是8699 那當然如果是週六或過定假日的話 就再加1000 但是你各位1月29號 也就是過年後 這個兩大兩小的露營主題房 變成8999 如果是假日一樣再加1000 所以呢 過年前如果你來玩的話 至少還省3000喔 就像這支影片你看到的就是 其實蠻多東西可以逛 可以玩 可以走 可以看 最重要的是還有非常漂亮的海景 所以我個人呢 是非常推薦來到這個淡水的福隆大漢店 這一次我們真的算是輕旅行 BUBU週五啊放學喔 我們就來這邊走走看看 逛逛 我覺得這樣感覺是蠻輕鬆的 對啊 剛好來吃茶了 對 你又吃茶了 反正我們會把他們的相關資訊放在下方的說明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把它點來看看 裡面有分享更多更細節的一些資訊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個讚 分享出去給你身邊 最近也想要帶小朋友 或喜歡海邊的朋友 愛吃港點 愛吃茶樓的朋友 沒有 好之後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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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帽子呢 不知道啊 走囉 還有可樂 還有氣球 喔 還有氣球喔 你要別哪裡 你要看哪裡 別屁股 不難別屁股啦